總召民意 民意 總召我們現在民意 還是有意見嗎 快閃上車 民意黨立法院黨團 總召柯建民 準備趕往總統官邸 因為不分區立委 名單再一次卡關 各派系只能往總統官邸 繼續協調 謝謝 再一次的 謝謝 我們有一些 謝謝 你剛剛有去關民開會嗎 順利來順利 好 名單今天就會出來了嗎 應該是應該 原定上午11點半 但再次召開中職會 沒想到依舊喬布攏 中職會宣告 再次延導下午4點 表示很慎重 那我們不希望 像別的政黨一改再改 那要符合社會的期待 當然要討論的時間 就會需要聰明一點 在雖然國民黨 但民意黨自己 也沒好到哪去 先前傳出卡關原因 就是因為行政院長孫仁長 堅持前行政院長 游錫坤 不能排進安全名單的前段班 一度卡關如今孫昌總算讓步 游錫坤確定排名第八 真雪利潤龍頭 但黨內翻音系 見極不可失 試圖擴大正常 先是要求將名次 排名第13的莊瑞雄 改為第11 又進一步要求 將何博文取代林楚映 甚至是將莊花冠 都要納入安全名單 本來就沒有名單 所以我也不知道 哪裡來換名單 這樣的一個說法 派系反彈 導致中職會極度停擺 改民進黨不斷內耗不分區名單 持續難產 六個民眾的印象 恐怕也不會太好 歡迎收看捷運領底佳話 台北報導 好 好